丈夫和情人手牵手逛商业街的视频被炒上了热搜 一时间,他和他的情人被掘第三尺 亲朋好友们纷纷发信息来安慰我 但他们不知道 我正反复观看那视频,并笑得开心极了 晚上,我收拾起谢渊扔在沙发上的衣服拿去洗 习惯性地摸了下兜,摸出几张发票 有吃饭的,停车的,还有一张LV的购物小票 四万多的一个包包,不用想,都是买给那个女人的 我淡定地将衣服扔进洗衣机,然后来到女儿房间 把LV的那张购物小票放进她的存钱罐 女儿躺在床上好奇地问我 妈妈,你又给我存钱了吗? 我走过去摸摸她的小脑袋,温柔地笑着说 是啊,妈妈给你存了好多钱 等你长大就可以拿去买你喜欢的东西了 哄完女儿入睡,我才来到和谢渊的卧室 她已经睡着了,呼噜声震天响 我嫌弃的拧眉,也不知道那个女人是怎么忍受得了的 在她身边躺了一会儿,被呼噜声吵得睡不着 我索性去跟女儿睡,反正她只要不起夜,都不会发现 次日吃完早饭,我主动提醒她 对了,昨天给你洗衣服从包里摸出几张发票,是要报销的吗? 谢渊随意地点点头 忽而她神色一致,问我,票呢? 我直指茶几,放在那儿了 她大步走过去拿起来翻看了一下 我明显看到她浅浅松了口气 我心下冷笑,照就亲密地挽着她一起出门去上班 我和谢渊在同一家公司,她还是我的领导 当初那个晋升的机会本来是我的 但我为了她的自尊心,以及更多精力陪伴孩子 所以把这个机会让给了她 后来的很多时候,我都在后悔这个决定 抵达公司,谢渊去停车,我先上楼 在电梯门口碰见了苏曼柔 她穿着修身长裙,姿态婀娜,妆容精致 手上还背着LV刚出来的新款包包 她主动跟我打招呼,临结早 早,包包不错,新买的吗? 我淡笑着问 苏曼柔毫无不自然,大大方方回应 是啊,好看吗? 挺好看的,不便宜吧 也还好啦,几万块而已 我意味深长的挑眉,几万块都是我家孩子一年的学费了 你刚出社会就能消费得起这么贵的东西 看来家底很深厚啊 没有没有,林姐别打趣我了,是男朋友送的了 苏曼柔开始笑得有些虚假 我心下冷哼,懒得再跟她虚语尾仪 谁知她又主动搭话道 不过,林姐你家这么有钱,怎么从没见你穿什么名牌啊 该不会是谢总小气,不舍得给你花吧 这话多少是有点揣着明白挑衅我了 我也不生气 硬喝道 是啊,她可不如你男朋友有情调 一上午,苏曼柔打着汇报工作的旗号 至少在谢渊办公室待了一个小时 同事都觉得不对了,好意提醒我 林心,你要注意点这个苏曼柔 我看她一天天总往谢渊身边凑 肯定不怀好意 我盯着电脑屏幕,专注地做我的报表 她是新人,有很多不懂的地方要请示上司也是正常的 同事吃笑,都入职快两年了,还新人呢 你可长点心吧,现在不少小姑娘都喜欢往你老公这种事业有成的男人身边凑 不会的,我相信她,谢渊不是这种人 话里话外,体现了我对谢渊的足够信任 就连同事都觉得我傻,叹息着摇头 他们怎么会知道,我比谁都清楚这两人有问题 这么久以来,我从未对谢渊和苏曼柔表达过一丝怀疑 所以现在不光是同事觉得我傻,谢渊和苏曼柔也这么觉得 才会做得越来越明显,越来越肆无忌惮 即便知道她晚上去跟苏曼柔开房 我也会百分百相信她说是应酬的说辞 给她备上醒酒药,叮嘱她注意身体 甚至从不催她回家 午休的时候,苏曼柔请全公司喝了奶茶 是最贵的那家店,一杯就四十左右 她自己则点了豪华的海鲜外卖,引得旁人艳羡不已 这就是她日常的消费 大家得了她的好处,纷纷表示感谢 谢谢曼柔姐 曼柔姐好大方呀,请大家喝这么贵的奶茶 苏曼柔不以为意地笑笑 还好啦,这些奶茶加一起,也就两双袜子的钱,不贵的 有同事家枪带棒地打去 曼柔家里一定很有钱,来这里上班是体验生活的吧 没有啦,我家里一般,是我男朋友比较有钱 于是,大家纷纷八卦好奇她男朋友是何方神圣 苏曼柔打着太急,有意无意还朝我这边看一眼 暗藏着挑衅傲慢 我毫不在意地垂下眼,细细品尝杯中奶茶 四十一杯,我到现在都不太舍得花这钱,实在觉得没有必要 除非女儿想喝,我才会给她买 我舍不得用的钱,却有外人来替我用 但我现在毫不在意 因为早晚有一天,我会让她全部吐出来 今天是女儿生日 下班后,我去找谢渊 想让她跟我一起回家 谢渊一口回绝,我今天还要加班 估计回不去,你自己先回吧 最近公司是最不忙的时候,她能加什么班 无非是要跟外面等着她的苏曼柔优惠罢了 她显然已经把女儿的生日忘得一干二净 我也没提醒她,自己走了 我独自去给女儿挑了生日蛋糕和礼物 回家给她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 但女儿一直闷闷不乐 我知道,她是因为谢渊没回来 给她过生日不开心 到底没忍心在女儿面前说她坏话 我哄道,爸爸今天要加班 回不来,妈妈陪你好不好 女儿摇摇头 睁着泪汪汪的双眼看着我笃定地说 才不是,她去陪别的阿姨了是不是 我惊了,不明白 女儿怎么会说这种话 这么久以来,我虽然知道谢渊在外面有女人 但从没在家里表现出来过 更没有和女儿说过 我上次看到爸爸和一个漂亮阿姨在楼下亲亲了 我没敢跟你说,怕你生气 可是,可是爸爸现在越来越多时间都不回来了 他是不是要被别人抢走了 不要我们了 我在心里把谢渊骂得狗血淋头 当不了一个合格的丈夫就罢了 连父亲也当不了 还让孩子看到那种龌龊事 我真恨不得杀了他 但在孩子面前,我不能失控 我搂过女儿温柔道 不管爸爸怎么样 你还有妈妈呀 妈妈永远都在你身边 永远不会离开你 妈妈,爸爸已经喜欢上别的阿姨了 你跟他离婚吧 没想到女儿竟然会这么干脆地劝我离婚 我曾经还担心他日后接受不了这个事情 不知道该怎么跟他开口 果然,现在的孩子都早熟 可是妈妈还想给爸爸一个改过的机会 宝贝也在给爸爸一个机会 我们一起悄悄监督他一段时间好不好呀 到底是他的亲生父亲 他也不是真的坚强到可以对父母离婚无动于衷 不过是心疼我 怕我受委屈 所以才说那种话 听到我愿意再给谢渊机会 他当然答应 半夜 我独自躺在主卧的大床上 收到了一组照片 如我所料 谢渊确实是和苏曼柔鬼混去了 我淡定保存好那些照片 这才闭上眼睛 准备入睡 还不够 我还要更多可以让谢渊尝到苦果的东西 谢渊这次跟苏曼柔私混了两天才回家 那衣服上的香水味太明显 就连女儿都忍不住皱起鼻子 在她想说话的时候 我给她使了个眼色 女儿不开心地轻哼一声 扭身回房间了 她怎么了 你骂她了 谢渊问 我帮她脱下脏衣服 淡淡地说 她前天过生日 你没回来 生气呢 谢渊神色一僵 眼里闪过懊恼 则 我怎么把这事给忘了 你也是的 怎么不提醒我 我一脸无辜 我怎么知道你不记得 我以为你是知道的 但你不是有重要的工作吗 谢渊一时语色 到底心虚 没继续跟我提着茶 进去哄孩子了 许是这件事 总算唤起了 她内心的一点愧疚 接下来的一个 周她都老老实实回家 抽空陪孩子 但也只是因为这个周 苏曼柔请假了 我旁敲侧机 让同事去打听了一下 得来了苏曼柔 可能怀孕了的消息 我听到这个消息 心下越发冰冷 谢渊可是心心念念 还想要一个儿子 但我的身体没法再生 现在有别的女人 能给她生孩子 她肯定开心极了 更得好好供着 这是不能再拖下去 我绝不允许有私生子 来抢夺我女儿的利益 苏曼柔有了孩子 一定会向谢渊索取更多 谢渊也肯定会更宠着她 我猜得没错 谢渊短暂地回归了家庭一个周 就又被那女人绑住了身心 周末她又一次违背了带孩子去游乐园的承诺 去找那个女人了 女儿哭闹不止 一直说她是坏爸爸 说得谢渊都有点松动 想要留下来陪她去了 我抱着女儿安抚道 爸爸有工作要忙 要赚钱给宝贝买好吃的 我们不要拦着爸爸好不好 女儿抽抽耶耶埋在我怀里 没再闹 我又对谢渊柔声道 你去吧 我带孩子去游乐园就是 谢渊松了口气 眼里又一次划过一丝愧疚 辛苦你了 下个周末我一定陪你们 我微笑着点头 体贴懂事极了 我带女儿去了游乐园 陪她尽情玩耍 孩子很快就把不开心忘记了 中途 我又收到一组照片和视频 谢渊跟苏曼揉手牵手 笑得春风得意 走在商业街 看起来很像街拍视角 那个商业街美女如云 很多人在那边拍照 苏曼揉喜欢去买奢侈品 自然也经常出入那条街 他人又漂亮身材又好 走在路上就是一道风景线 被别人的相机捕捉到 也很正常 尤其身边还有个谢渊这样的老男人 那就更吸睛了 我给发照片的人打了一笔钱 然后将照片和视频分别发给几个人 叮嘱了一些事情 女儿做完旋转木马下来 我收起手机笑着去牵她的手 宝贝还想玩什么呀 想玩过山车 好 妈妈陪你一起 第二天是周日 谢渊还没回来 我起床和女儿慢悠悠吃完早餐 辅导她做了作业 才去拿手机 网上铺天盖地都是谢渊和苏曼柔手牵手逛街的新闻 大龄男子和妙龄美女手牵手逛街被拍网报 该男子是某知名企业高管 爵士狗血剧情 丈夫 原配 小三竟然都在同一家公司 一系列这样的词条遍布全网 到处都能刷到谢渊和苏曼柔手牵手逛街的视频 还一度炒上了热搜 热度居高不下 我虽然花了钱 但也没想到这件事情能爆发出这样的热度 许多我都没说的料都被网友挖了出来 原来除了我找的人故意拍照片以外 也确实有一些职业街拍自媒体 无意拍到了谢渊和苏曼柔 实在两人走在一起太扎眼 男人相貌普通 年纪颇大 女人窈窕美貌 一身名牌 这种东西发出去最能吸引流量 舆论炸开了锅 有人同情原配 有人幸灾乐祸谢渊 作风不端正会被免职 有人夸赞苏曼柔的美貌 扒出他全身的穿搭价格 就连他的手机壳都是四位数 网友扒出了苏曼柔很多性感照片 我都从未见过 有人说不怪谢渊 苏曼柔确实有诱惑人的资本 我的手机响个不停 亲朋好友纷纷给我发信息打电话 除了谢渊的妈妈 都是关心慰问我的 我也扮演着一个合格的 刚刚发现被丈夫背叛的可怜妻子角色 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口口声声说着 不敢相信谢渊会这样做 婆婆和别人都不一样 她焦急地对我说 林欣 你快出面帮谢渊澄清解释一下 不能让舆论这样抱下去 我觉得可笑极了 讽刺笑道 她背叛了我 却还要我帮她跟小三出面澄清 妈 你这要求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她毕竟是你的丈夫 是悠悠的爸爸 你们始终是一家人 肯定要携手抵御困难和风险的呀 那你可就错了 她做的一切可没把我们当成一家人 一个连孩子生日都会忘记 宁愿去陪小三的男人 配当爸爸吗 婆婆也许是没想到我态度竟然这么硬 毕竟一直以来 我都是温柔好说话的形象 最重要的是 我一直表现的都很爱谢渊 但他们不知道 有些爱 走着走着就变成假的了 她 她也是第一次犯 你就给她一次机会吧 我已经给过她很多次机会了 冷冷说完这句话 我果断挂了电话 可惜她从来不觉得那是我给的机会 反而觉得是我愚蠢 将我的包容踩在脚下 一次又一次刷新我忍耐的下线 回完所有人的信息 我才给打了无数个电话的谢渊回拨过去 老婆 你听我跟你解释 别信网上那些东西 一接通 就传来谢渊慌乱的声音 她已经很久没有叫过我老婆了 没想到再叫 竟然是这样的情景 等你回来再说吧 我温柔道 爸爸根本就没有变好 他就是个坏爸爸 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他是坏爸爸了 女儿在门外哭着嚷嚷 我连忙放下手机过去哄他 虽然很心疼 可也很无力 但凡谢渊能有一丝责任心 也不会到如此地步 妈妈 我不想给爸爸机会了 你跟他离婚吧 我不要这个爸爸了 好好好 妈妈也不给他机会了 但是 如果我跟爸爸离婚的话 你会选择跟着妈妈吗 当然了 女儿毫不犹豫保证到 虽然是意料之中的答案 但听他亲口说了 我心里也才更安心一些 我蹲下身子 认真的看着他说 那你答应妈妈 你只需要坚定地选择妈妈 然后好好上你的学 不要乱想 妈妈会处理好一切 会保护好你 女儿渐渐停止了哭泣 郑重地点头 半小时后 谢渊回来了 不若视频上那般春风得意 她宛如霜打了的茄子 一脸灰败摔色 她先是跟我道歉 然后把锅全甩在苏曼柔身上 最后表达出了和她妈妈一样的诉求 希望我出面帮她 我没一口回绝 而是说帮你可以 但我要拿回你花在苏曼柔身上的所有财产 谢渊顿主 犹豫不定 我冷声道 谢渊 那本来就是我和你的共同财产 你不经过我的同意 没有花在家庭上 我都是可以追究责任的 而且 小三花的钱 法律上也是支持追悔的 谢渊丧了脸 嫩嫩道 好好 听你的 听你的 我先给你机会 自己去找她要 若是要不回来 我就起诉 谢渊 我只给你一天的时间 我跟公司请了假 谢渊和苏曼柔 对公司形象影响巨大 则是暂时被做停职处理 看得出来 谢渊这次是真的害怕了 第二天就带着苏曼柔回来归还财产 一套房 还有一些大额的转账 我只看了一眼 便不耐道 谢渊 别跟我玩这些小把戏 你给他买的礼物 就是七位数了 那些东西呢 还有 你这账面只是一万以上的 那些三五千的不给算上 我顶多免了你们吃饭开房的钱 其他的 一分不少都给我吐出来 谢渊脸色惨白 苏曼柔更是 他愤怒又委屈地看着谢渊 谢渊给他使了个眼色 然后苏曼柔垂下眼 做出妥协状 那些东西 我会尽快给你送来 至于钱 你算个数 我给你就是 我叫了专业的会计和律师 来查谢渊和苏曼柔之间的往来账单 还有那些被我放在女儿存钱贯的小票 都是辅助证据 谢渊这时才反应过来 惊怒瞪着我道你早就在准备这些了 我摇摇头只是随手留着一个不备之虚罢了 谁让你将我无视得这么彻底 连证据都懒得消干净 谢渊我和孩子可是都给过你机会的 是你自己没抓住 谢渊咬着牙 隐忍道 你说过我把给他花的钱要回来 你就不计较了的 当然 我答应了的吗 谢渊这才稍稍松口气 苏曼柔也一直乖乖在旁边坐着 我猜他是跟苏曼柔讲好了 先安抚好我的情绪 以他对我的了解 我一定会原谅他这一次 等事情平息之后 他再慢慢补偿苏曼柔旧事 可惜他想不到 他这位一向习惯牺牲奉献体贴懂事的妻子 这次可不会给他这个机会 清点完苏曼柔的所有东西 他俩的事情还在网上发酵 已经成了被全网调侃吐槽的对象 尤其是苏曼柔 明明是出轨的男人和小三 但小三却被攻击得更惨 苏曼柔所有历史全部被扒出来 他被拍到那天穿的裙子都成了爆款 男人们对他肆意意淫 女人们对他肆意谩骂 那程度连我都觉得有几分同情了 相比之下 大家对谢渊的讨论反而少了一些 这让我不是很满意 不光谢渊 就连苏曼柔都打电话来 低声下气地求我原谅 我猜是谢渊让他这样做的 你不觉得委屈吗 明明犯错的是你和谢渊两个人 为什么大家只对你攻击得更厉害 谢渊那么爱你 为什么没能保护你呢 电话里 我对苏曼柔的态度温和极了 透露着一丝关切之意 他 他现在自己也很艰难 确实 但我一向不喜欢不公平 要不我帮你一把吧 你一个女孩子 也不能大头都让你来承受 苏曼柔惊疑不定 你想干什么 我无声勾唇 没回答他的话 直接挂了电话 谢渊这几日都没睡好觉 急得焦头烂额 我借口需要冷静一下 带着女儿回了娘家 随机凭心情接了一个谢渊的电话 他软声哀求我 老婆 你什么时候出面帮我解释 这事情不能再闹下去了 我仔细想了一下 我还是接受不了你的背叛 我们离婚吧 我漫不经心地说 谢渊一下就炸了 林心 你他妈耍我 没有 你毕竟也是我孩子的爸爸 我也不会见死不救 你答应跟我离婚 然后我出面帮你解释 如果我不想离呢 那你就准备身败名裂 被公司免职了 我其实无所谓 毕竟大家眼里只觉得我是受害者 谢渊沉默片刻 咬牙切齿道 好 我离 我准备了一份离婚协议 约着谢渊和我的律师在咖啡厅谈 之所以约在外面 是不想单独面对这个男人 也有些担心他受刺激过度 会对我造成什么伤害 这份离婚协议对谢渊算不上友好 虽然他是过错方 但若是真打起官司 也不一定会判他让出这么多财产 谢渊当然也是不乐意的 看了一遍就用力甩在桌上 林欣 你别太过分了 我可以给你多分一些家产 但你不能这么狮子大开口 我也不跟他多坐掰扯 收回协议淡淡道 你不愿意就算了 我们后面慢慢走法律程序 只要你等得起 我无所谓 谢渊神色一致 气焰伪了下去 我又放柔了语气 一副夫妻一场的善意提醒姿态 你若想我早点帮你澄清 压下这件事情 就把这个签了 我们恩怨两消 最关键的是 事情平息之后 你还能保住职位和名声 你自己好好考虑一下吧 我起身准备先走 谢渊忽然叫住我 给我吧 我签 他肩色地道 跟谢渊办理完离婚手续 谢渊收拾东西 回了他父母家 我找人帮我把那套房子 和多余的车子 奢侈品处理变现 然后去公司办理了离职 我特意画了看上去 使人憔悴的妆容 同事们见到我都分分为上来 有些是八卦 有些是真心关心我 我早就说 苏曼柔那个女人不对 动不动就往谢渊身边凑 一脸的狐媚想 之前提醒你你还不信 我垂着头 自嘲一笑 是啊 怪我对他太过信任 想不到他会背叛我 还是在我的眼皮子底下 你当初啊 就不该把晋升的机会给他 男人有钱就变坏 办完了离职手续 也得知了苏曼柔被辞退的消息 谢渊竟然还处在停职被调查的阶段 过了两天 这一波舆论又炒上了一个新的热度 是我带着女儿接受了一个采访 采访视频里 我就是一个伤心欲绝被背叛的妻子 我哭诉着这些年 我为家里的付出 我让给谢渊的晋升机会 以及我是怎样同他熬过苦日子 怎样勤俭持假 而他又是怎样给苏曼柔挥霍无度的 最关键的是我女儿的话 爸爸就是个坏爸爸 他和外面的阿姨在我家楼下亲亲 为了陪那个阿姨都不陪我过生日 他本来答应周末陪我去游乐园 却说要加班工作 可他是跟那个阿姨约会逛街 还给他买了好多好多东西 爸爸都没有给我和妈妈 买过那么多那么多贵的东西 他一点都不喜欢我这个女儿 他嫌弃我是个女孩子 因为那个阿姨怀了心的小宝宝 所以他才要抛弃我们 孩子带着哭腔的委屈控诉 远比成年人杀伤力大得多 那些被苏曼柔独自吸引的火力 总算是转移到谢渊身上 人们也许会对出轨的丈夫更加包容 但对不负责的父亲 总会多一些苛责的 他那个高高在上的位置 坐不住了 谢渊给我打电话 对我破口大骂 无非说我说话不算话 还带着孩子一起整他 我也不再伪装 迎着太阳冷笑道 谢渊 你凭什么以为我真的会帮你呢 也是 在你心目中 我一直都是软弱心软 懂事好拿捏的角色 绸缪这么久的报复心情 在这一刻总算可以完全释放出来 我只觉得心中畅快无比 因为难过伤心痛苦等情绪 早就熬过去了 说话不算话这种小习惯 还是跟你学得好 你呀 就不说对我实验过多少次了 就连答应女儿的小要求 你都做不到 你得感谢我 一直在不遗余力地教导女儿 不要学你这些坏毛病 不然孩子长歪了 后悔都来不及 不过 想来你也是不在乎的 毕竟你都快有新的孩子了 这次的事情 算是我让你也尝一下 别人食言的滋味 谢渊痛苦极了 声音都在颤抖 林欣 为什么要这么狠心 我们好歹这么多年的夫妻 不 早在你背叛我的那一刻起 我们就不是夫妻了 以免谢渊一家找麻烦 我给女儿办了退学 打算等风波过去后 给她找新的学校 同时 我带着全家搬了家 打算彻底跟谢渊断了来往 我以为不久 就能听到谢渊被辞退的消息 可没想到 过了几天 这件事在网上的风波逐渐平息 而谢渊不日也将复职 仔细打听才知道 原来是她和家里找了关系 好不容易保住了职位 据说她买了新的房子 把苏曼柔安置了进去 但为了躲避舆论 她暂时没有跟苏曼柔同居 事情没有按照我想象中发展 那对狗男女 沦落得还不够惨 看来 我那最后一步棋 还是得用上了 我没着急 安安稳稳过着自己的日子 趁着空闲 带女儿到处游玩了一圈 约莫过了五个月 期间谢渊没有联系我 也没提出过要看孩子 只有她的父母打过一次电话 发过信息 将我狗血淋头地骂了一通 但我没搭理 直接拉黑了 时间会消磨很多东西 谢渊和苏曼柔 那场伤风败俗的闹剧 也几乎被大家遗忘 不断会有新的新闻 涌入大家的眼睛 谢渊和苏曼柔 应当也是庆幸地想着 一切终将会过去 没了我这个阻碍 他们以后甚至可以更加光明 正大在一起 我去找了苏曼柔 他的肚子已经很大了 苏曼柔看到我的一瞬间 脸色立马就黑了 你来干什么 他紧张地捂着肚子 好像害怕我会伤害他的孩子 而且今天是工作日 谢渊不在 他家阿姨似乎也出去了 我玩耳一笑 柔声道 放心 我就是来看看你 不会对你做什么 快生了吧 知道是男孩女孩吗 苏曼柔神色傲慢起来 查了 是男孩 这年头 竟然还有女人 为了生男孩而骄傲 不过 他毕竟是靠这个衣服男人吃饭 也能理解了 他儿怎么样 发育得好吗 你的身体还受得住吗 我无比关切到 苏曼柔又警惕起来 我好得很 林心 你别想打歪主意 我今天和孩子 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 你可吃不了兜着走 我无辜耸奸 我可不敢做违法的事情 你放心 还有那么多钱没用呢 我可舍不得出事 今天真就是单纯来看看你 毕竟 我比谁都希望你能平安生下孩子 你什么意思 我没再说话 将水果递给他 苏曼柔不接 我就放在地上 准备离开 林心 苏曼柔叫住我 嘲讽道 我看你是很失望吧 虽然你不肯出面帮谢渊 但他还是保住了工作 我们两个也没被你拆散 如今即将组成幸福的一家三口 我说你呀 还是不够聪明 当初但凡不做那么绝 现在大家也不会闹得那么难看 谢渊也许还会惦记你们的女儿 我回头微微一笑 你说得对 我当初确实做得不好 我就不该心软留那一线 给了他们嚣张的机会 不过 坐稳之后再狠狠落下去 像坐过山车一样 那才刺激 你好好养胎吧 一定要好好生下孩子 谢渊那种父亲 就留给你儿子独自享受吧 我给谢渊的公司总部 寄了一份匿名举报材料 那本就是 我用来对付谢渊的最后一步棋 只是当初有片刻心软 想着拿回小三财产 已经离婚的事情 都进行得还算顺利 就姑且放谢渊一马 不让他坠入更惨的深渊了 但是 谁让那个结果 让我很不满意呢 我可不能接受 他还能坐在那个位置上 让他还有搞钱的机会 能和苏曼柔组成的一家三口 过上幸福生活的机会 以及他和小三羞辱我打我脸的机会 互联网或许会没有记忆 原谅他们 我可不能 我手上掌握着谢渊这些年贪污公款 以及受贿行贿等证据 这就不仅仅是 让他从高管位置上下台那么简单 他将面临法律的审判 以及名下资产 全部都归于虚无 苏曼柔的儿子 以后怕是 只能在监狱里 同他的好父亲相认 一家三口的温馨场面 也只能在监狱里上演了 这个事情开庭结案的时间比较长 期间谢渊被羁押 没法联系我 他的父母则是没有途径联系上我 苏曼柔什么都不清楚 刚开始以为谢渊是出差了 后来才知道他被抓了 法院过来 查封他们房子的时候 苏曼柔被刺激地早产了 他生孩子的那天 也是谢渊被判刑的那天 没有一个亲人去陪产 唯一去看望他的 居然只有我 苏曼柔醒来的时候 我正在逗弄他保温箱的儿子 他好像看见什么鬼魅一般 惊怒地吼我 林欣 你在这里干什么 你离我孩子远一点 我举起双手无奈笑说 我只是看他可爱 逗逗他 这在医院呢 我不可能做什么的 这孩子像你 以后一定是个小帅哥 我重肯地评价道 苏曼柔看我的眼神 恨不得杀了我 但他刚刚生产完 身体还很虚弱 稍微一激动就喘得不行 我看着都心惊 连忙安抚他 你别激动 产妇需要静养 需要我帮你叫护士吗 谢渊被抓 是你搞的鬼是不是 是 我大放承认 本来已经打算放他一马了 谁让他不老老实实退位 还好意思 霸占着那个位置捞钱呢 我这么大费周章 可不是让他再过上 潇洒好日子的 尤其是还带着你 他若是收起野心 拿着我分给他的家产 甘愿过开源节流的日子 我也不会赶尽杀绝 可惜 谁让他还给了 你敢嘲笑我的机会呢 说最后一句话的时候 我眼神和语气 都陡然灵力 见苏曼柔被我吓得一抖 我又迅速恢复如常 对他笑了笑 苏曼柔一脸心惊厚怕 你这个女人 太可怕了 这么久以来 竟然都在扮猪吃老虎 我没看出来就算了 谢渊跟你这么多年夫妻 他竟然都没看出来 我摆摆手指 纠正道 不是他没看出来 是我从前确实是那样的性格 但是吗 兔子急了也会咬人的 你说是不是 好了 我也不打扰你休息了 咱俩以后都算是单亲妈妈 也算同病相怜了 苏曼柔双手用力钻拳 恨得咬牙切齿 同病相怜 他冷笑一声 用尽全力歇斯底里道 你把财产都拿走了 而我却一无所有 谢渊还被你弄了进去 你跟我说 同病相怜 我漫不经心地挠挠耳朵 不慎在意道 好吧 那就不是 祝你们未来母子平安喜乐 我悠然离开病房 听着后面传来崩溃的哭声 和摔东西的声音 浅浅勾了勾唇 他不是想用儿子上位吗 我就给他机会 生下这个儿子 多一个穷困潦倒的单亲妈妈身份 这路才会更难走啊 我又去看了谢渊 我知道 他心里一定也是 很想很迫切 要见我一面的 为什么 他质问我的语气 没有想象中那么恶劣 短短几个月 他比记忆中苍老了十岁 我一时竟记不起 当初喜欢上他时的模样 也不记得他是什么时候 变成了我不喜欢的样子 谢渊 你一直都不了解我 我悠悠叹息一声 也或者你从未试图了解过我 你习惯我的付出 把那些当成我的个性 你以为我逆来顺受 无私奉献 但那是基于我爱你的条件下 你从来不曾主动问一问 我介意吗 我喜欢吗 我需要吗 不光是我 就连悠悠 你不曾那么关心体贴过 你可以眼睛都不眨 豪横地 给小三买昂贵的包包鞋子 却忘了当初我们拮据时 我连买一桶油 你都觉得贵 我习惯不铺张浪费 不代表我会容忍别人来花我的钱 你似乎也忘了 是我的牺牲 才换来你的功成名就 所以 你觉得我不该报复吗 谢渊脸色灰败 紧握的拳头也颓然松开 原本想质问我辱骂我的话 全都收了回去 只化成一句 是我错了 对不起 看他这样 也是我实施报复以来 第一次感到难过心酸 毕竟这个男人 是我真心爱过的 如今却走到这副局面 我别开脸冷冷到 你那位小情人今天生了 是个儿子 恭喜你了 也算失了了一桩心愿 谢渊听到后愣了一下 而后竟然掩面哭出声来 我不配 我不配再当父亲 拜托你 放过他们母子吧 临走前 谢渊哀声祈求我 我痴笑一声 放心 我也该过我自己的日子了 对这些晦气的人不再有兴趣 这一切的恩怨在今天 全部结束了 未来这些人再过成什么样 也和我无关了 回去之后 女儿守在门口 眼巴巴巴地等着我 我隐忍的情绪再也控制不住 抱着她哽咽道 悠悠 你怪妈妈吗 女儿摇摇头 轻轻帮我擦眼泪 软软糯糯地说 不怪 是爸爸做错了事情 她该得到惩罚的 这整件事情中 我最担心的就是 女儿会被我们的事情影响 好在 她虽小 却有辨别是非 和消化情绪的能力 可是妈妈 等爸爸改过后 我可以原谅她吗 女儿小心翼翼地看着我问 她在捕捉我的情绪 她怕我不开心 我温柔地摸摸她的头 可以 当然可以 只要你愿意 她永远是你爸爸 这一点妈妈不会干涉 原本我打算带着全家 换一个城市生活 但自从女儿说了那话 我改了主意 还是选择留下 错的不是我和女儿 我不会让她前往陌生的环境 我抬头看了看日光 只觉得前路美好 晚安